大家好,歡迎回到我的頻道,我是King 不知道今天大家覺得怎樣呢? 你們好嘛,記得多喝點水 現在我就身處於海邊 有一陣微風吹過,非常舒服 在這個時候我就上網看一看關於疆土的新聞 因為近來我的確是非常忙碌 沒有了很多時間去聽歌,看新聞 看關於娛樂的東西,八卦一下 現在叫做有少少空檔時間 看了一篇文章,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篇文章叫做放養的媽媽 作者就是苗賢瓊 這位是醫生 他寫了這篇文章,我覺得可以去告訴大家 因為我看完之後都蠻感動的 這篇文章呢,是講姜濤的媽媽 講一下姜濤的媽媽怎樣去教導姜濤 成為一個現在大家這麼慢人寵愛的一位 偶像歌手 我先跟大家看一看他講了些什麼 然後我講一講他的感受 分享給大家聽一下 這篇文章呢,就是說他寫了一本關於姜濤的書 然後呢,就在他的群組 他兒子讀中學時候的媽媽群組 有人問姜濤的教程度是怎樣的 他就說他讀完中三之後就轉去邱子文那裡讀 然後那些家長就很驚訝 但是其實他自己覺得 就說,什麼問題呢 現在什麼年代呢 學歷都不是最重要 或者必然一定要是學歷高的 才可以出來社會有發揮 他的家長朋友都成為他的朋友 其他家長對於這位苗醫生的放任去教育的兒子 那個方式他會覺得 不太行 所以每一次他的兒子考完試都好 他們家長都會載他去喝喝飾食食 然後他就說 比起姜濤的媽媽 我是望塵望及 那為什麼他會有這麼大的感觸呢 姜濤說媽媽年紀很大的時候才會生他出來 然後就變得我身體很虛弱 姜濤是家裡的獨子 姜媽媽當然很喜歡他 很愛他 姜濤那時候為了減肥 堅持不吃東西 當我和爸爸一起吃東西的時候 都無動於衷 他是我們的獨子 我們當然心痛 姜媽媽這樣說 但就是因為老來得子 還要是獨子 如果換轉是第二個媽媽 都一定會對姜濤更加珍惜和愛護 幸好姜媽媽沒有選擇做怪獸家長 或者直升機媽媽 他是選擇放手 讓姜濤做他喜歡做的事 姜媽媽心底裡 其實對姜濤非常之信任 只能看到這裏都知道 這位姜媽媽 是一個 頗會想 不是固有思想 一定要兒子讀死書 將來一定要做醫生律師 對不對 其實 這裏可能我想插一插嘴 為何一定要做醫生律師 大家有沒有想過 其實我們是不是實在受這個社會的影響得太重要呢 會不會是上流社會的一些控制著經濟的大惡 不是大惡 只是一些比較有錢的人 他們是推出一些思維出來 就是一定要令低下層或基層的市民 有一種嚮往 覺得去到讀到書 做醫生 做律師 或者甚至是可能是 舒防員 做一些政府工 或者是一些比較鐵飯碗的工作 就是好呢 我們以為 去到最頂就是這些 去到最頂就是做醫生 其實是不是呢 這裏扯開了一點 不好意思 其實他繼續說下去 就是說 原來有記者問過 你猜不猜到例 姜濤拍拖 他說 他不是拍拖的年紀 姜濤應該知道自己要做些什麼 在《全民造星》的時候 姜媽媽很大方說 無論姜濤是輸贏 姜濤在ViuTV這個大家庭都成長了很多 姜媽媽的不干預教育政策 其實是有智慧 也有膽識的 姜媽媽容許姜濤的追夢 但今天的狀元差不多清一色 都是選擇E4 我想大家 即是他們大多數都是為了現實 其實 有沒有想過他們是沒有夢想的呢 或者是沒有理想呢 難怪作家林佩里曾經說過 現在的年輕人都自我局限了 所以教育制度成功者都是一個失敗者 今時今日的父母都是非常高效能的 那些小孩很小時候 幫他們安排了各種的興趣班 就是出來社會做事 父母都要精心安排 甚至插手干預 記得遺科顧問醫生的同事 曾經遇到一位母親要求見面 因為她的兒子是一個實習生 母親希望同事安排少一些夜間給她兒子 她一喊東西就會生病 這件事我就不說 因為喊東西真的不好 曾國凡有一句名言 少年經不得順境 中年經不得閒境 晚年經不得逆境 在這裏 我對姜媽媽最衷心的敬佩 因為你的智慧大道 放手給兒子 成為自己 我們才有今天的姜王子 文章就讀到這裏 其實在網上也有看到很多不同的人去分享 關於對姜濤的一些種種的感覺 對於她的外戴 其實有很多Youtuber有拍 也有很多人發文章 其實大家都看到很多人喜歡她 我覺得對於一個歌手 一個歐著來說 是一件很好的事 她有多些發展的空間 讓多些人知道她 其實姜媽媽我都非常欣賞她 因為真的 現在這個年代的媽媽媽 其實都是很希望 兒子女女都讀書 很厲害 我不否認讀書是真的很重要 也是一個培育 這個頭腦或者智慧的一個必經階段 只是說 不是說一定要讀書讀得厲害 但是不可以說不讀書 我只可以這麼說 你一定要有基本的知識 有基本思考的條理 或者這麼說 有些邏輯 對不對 就是最正常 因為你做人出去社會 都必須要有這些東西 才可以生存到 但是 除了這件事之外 興趣 和一個童年的快樂過程 其實對於一個小朋友 去到青少年成長 是非常非常之重要 也是可以在這段時間 可以尋找她的興趣 培育她的興趣 和可以找到她自己 真正想做的事 在這段時間 其實 是真的會建立到她的自信心 那 姜濤 可能 你會感覺到她 有些少少 怎麼說呢 有點害羞 內斂一些 但是 當她真的 做 她喜歡做的事 唱歌 在表演的時候 你看到她上台那種 是 是她真的喜歡 是她真的愛這件事 才可以表現到那種 那種氣場給你聽 是沒有騙人的 你真的不喜歡 其實 我一看 或者 別人一看你就知道了 沒有騙的 多一些正面的新聞 或者正面的文章 對於歌手門 都是一件很好的事 大家有什麼意見 歡迎可以在下面留言區告訴我 好了 那這段影片就到這裡了 我是阿King 記得在之前按個讚給我 訂閱這個頻道 和分享給你心裡的報題 我們下一段影片 拜拜